产前产后护理教室 盆骨底肌肉运动 盆骨底肌肉是一组位于齿骨至尾椎骨之间的肌肉 主要作用是支撑下盘的器官 包括膀胱、子宫和直肠 而尿道、阴道和肛门都是被盆骨底肌肉围绕着 用来控制大小便避免失禁 但是在怀孕期间盆骨底肌肉会松弛 很容易发生大小便失禁的问题 特别在打喷嚏、大笑的时候 所以准妈妈在怀孕初期就应该开始练习盆骨底肌肉运动 分娩之后也需要持续练习来帮助肌肉的恢复 现在就介绍盆骨底肌肉运动的练习方法了 首先将双膝微微分开 放松大腿、臀部和腹部肌肉 想象自己忍住大小便 尝试将尿道、阴道以及肛门收紧和提起 下体不要向下用力 同时保持正常呼吸 不要摒弃 保持收紧十秒 然后放松 整套动作重复十次为一组 要享有效果 每天重复做三组 而这套运动在任何时候 任何姿势都可以进行练习 比如平时上班、等车、走路、上下楼梯以及喂奶时 但是记住 一定要持职以恒 部分人是需要做两到六个月的运动才会见效哟 另外还有一些小提示 怀孕和产后妈妈应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和补充足够的水分 以预防便秘 减少盆骨底肌肉承受的压力 在产后初期 一下子恢复跑、跳的运动 会对未恢复的盆骨底肌肉造成压力 建议产后妈妈先做强度较低的运动 例如步行 与此同时也要勤做盆骨底肌肉运动 待肌肉强化后 再逐渐恢复跑、跳的运动 如果有任何问题 应该咨询医护人员 仅此鸣谢 医院管理局物理治疗部提供资料及协助拍摄 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制作